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位百岁老人传授的一套长寿养生法 学会让你受益终身 老人的名字叫做吴浦 他有一本书非常有名 叫做《神农本草经》 老人活到了140多岁 他有两个非常好的养心、护心、改善三高、提升气质的方法 今天你一定要把它学会 现在天气忽冷忽热 又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 刚刚历春事外的温差很大 非常容易造成血管痙攣 血压升高 同时人体的营费之气相对闭塞 阳气不足也会导致寒宁心脉 皇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身体的五脏六佛当中 心脏是最大的 他是君主之官 是皇帝 他主宰着我们人体的血运环 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他是整个身体脏腐健康正常的基础 下面我就把这几个妙招教给大家 大家记得一定要先点赞 然后把它收藏起来 因为我怕你现在学不会 一会儿滑走了 就再也找不到了 那么第一招 早起我们要做好三个半分钟 一个动作 人的心脑血管病 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最脆弱的 它是心梗的魔鬼时刻 尤其是天气忽冷忽热的早晨 首先我们起床动作要轻缓 做好三个半分钟 那我们早上醒来 先躺在床上半分钟 坐起来靠在床头半分钟 然后起身下床 把腿捶下来再等上半分钟 让我们的心脏气血 以及血液全身运行起来 同时在我们等待的 这三个半分钟里 咱们加上一个动作 名字叫做卷蛇腮猴 在中医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心开窍于蛇 蛇为心之苗 卷蛇就能够养心 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舌头向上卷起来 然后往喉咙的方向 去顶颂折焰 就是把舌头这样卷起来 然后舌尖顶住咱们的上膛 这样往喉咙的方向去折 它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大雀桥 你看古人起的名字 多么的有智慧 为什么让大家多做这个动作 因为它能够连通 我们人体的任督二脉 同时喉腔打开了 呼吸更顺畅了 人也就不容易昏沉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小窍门 这个动作非常容易产生经验 在中医里这可不是普通的唾液 它叫做金金玉液 又叫做长生酒 我们自酿长生酒的时候 时间保持的越长越好 然后一口把它咽下去 千万不要把它吐掉 这可是好东西 第二招 敲手指养心脏 食指粘心 中医把我们的十个手指的指甲 叫做食轩 食轩是人体气血最薄的地方 是阴阳交汇之所 那食轩如果打开了 我们身体的气血就会动起来 从而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 怎么做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叫做长练虎爪养气血 虎爪就像老虎的爪子 大家可以跟着我做一个这个动作 当我们手指用力的时候 这样用力做虎爪的时候 我们手掌中间的劳工穴就会打开 做好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去敲打 大家不要这样去敲 这样敲效果并不好 我教大家一招 怎么去敲呢 我们去敲墙 或者是敲桌子 大家看非常简单 每天就这样去敲一敲 它同样可以去调理咱们的气血 强健咱们的心脏 敲完之后 马上咱们一只手握拳 一只手变手掌 然后用拳去敲打我们的掌心 敲打咱们的劳工穴 两只手咱们都要轮流去敲打 我们的手掌 指尖 以及我们的脚底 有非常多的经过和学位 所以一套动作下来之后 对我们的心脏 对我们的气血 对我们的血压 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调养作用 当然如果大家有工具的话 就更好了 它是一款鸡翅目的手指滚轮 它非常的小巧 我们每天可以这样拿着它 给我们的手指 手心 指尖 做一个安柔 然后把它放到手掌上 前后这样去对搓 充分的给手掌和手指 做一个刺激和安柔 做完以后 手掌麻麻的非常的舒服 同时也可以放在脚底去滚一滚 或者我们的手臂 胳膊 我们的大腿 小腿都可以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下面我又要送福利给大家了 今天继续送给三位心灵的朋友 那么如何获得呢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就是关注我 第二步就是点赞收藏 第三步就是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你留言的后面 有一个大拇指类型的点赞 点赞最多的前三位 就会送给大家 大家记得一定要点赞收藏 同时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和家人 咱们通过视频去帮助更多的 谢谢大家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请关注我 感谢观看